推动车辆的合理更新 车辆合理报废换新 蕴藏着巨大的需求 例如乘用车 从国三标准向国四标准切换 在全国推广已经 已经近十年了 相关车辆都已经进入了集中的报废期 目前很多地方 也是用真金白银的鼓励车辆报废更新 同时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潜力大 但居民的顾虑也不少 市场信息的透明度有待提升 我们会同有关部门 要合理增加对二手车平台企业的抽减频率 抽检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开 以此进一步增强消费者二手车的交易信心 文件还部署了对取消二手车献签 便利二手车交易登记等 以出台政策的进一步的督促落实 着力打破玻璃门 隐形门槛等现象